请合掌 自称恭敬心归三宝 南无不达亚 南无达玛 南无上价 南无不达亚 南无达玛 南无上价 南无不达亚 南无达玛 南无上价 南无本师 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 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 释迦摩尼佛 无上价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掌 大家辛苦了 今天没有去玩 我们老师傅常常讲西无欲 要玩 不太好处了 但是我最爱玩的 其实偶尔放松 然后常常去接触大自然 慢慢地把身心放松打开 学会欣赏 学会欣赏 学会融在清净的境里面 内不要去执着心意识 外不要着外境 是真是假 慢慢地里面也就没有狂乱 那外面就没有染拙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身心 慢慢地清净 那这个当然就是从我们的身心 跟外境的互动 其实再往里面缩小一点 那个你的身就是外境 然后你的心就是内我 怎么样子 透过对内我的不执着 甚至透过对身的 不要以为它真正存在 或者它假的存在 不要让身变成你的障碍 也不要让心变成你的主人 这样慢慢就能够身心一样 就慢慢能够开放 就内外能够通透 然后再进一步 另外还有一层 看着你的心意识的生命 当外境 那那个能看是内 这其实都就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进来 那如果连粗的一层 你都摆脱不了 然后你就想说去修好内在的 其实那也没有根据 也就是说 很简单的事情 你做不到来 还有想要做 应该做的事情 没什么可能 所以随时 其实当然我们看起来 好像有三个阶段 但是很重要的 基本最高的指导原则 就是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因为早上 那个陈执行长 最后给我一个功课 就是要 去把那三句稍微讲一讲 那当然讲 我也只是用我的理解 去说他 这个第一句 就是 于生 无曲 第二句是 于修 无招 不要执着 然后最后 就是 于法 无助 那无也可以 就不 都一样 就是在翻译里面 那无跟不 常常是通用的 当然有些人就又把它讲 无是怎么样 不是怎么样 其实 那就是翻译的人 他的惯性 他的习惯性 那在这里面 很明显的 我们知道 整个佛法里面 他就是 从因到果 就见 修 行 果 那当然 他 问 怎么样能达到那样子的果 所以当然 他就只讲 前面见 修 行 所以 见 其实就是知见 那 我们的知见里面 早上 法律法师也有提到 我们见里面 只要你有见 大家离不开 那五个见 深见 边见 见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斜见 就不正知 不正确的理解 所以如果我们的理解错了 那接着下去就通通错 所以知见若不利 那其实所有佛法都不用谈 我们说八正道 第一个就是要正知见 知见不是不能有 而是不能有那五个 不能有那五个 你只要落到那五个里面 其中的一个 那都是历史 历史就很快就让你起烦恼 而且会让你很严重的烦恼 马上见效 所以其实我们检讨一下 我们很多烦恼从哪边来 其实都是从我们的知见 知见来 知见不正确 然后又要坚持你的知见 要知见立之 无明本 所以在这里面当然你有取 于生 其实就是生见 那当然生也可以讲说 就是我这个设生 你若对这些具象 所以生其实就是设 生也可以是见 那个具体的就是设 不具体的你的知见 就是也可以称为 就是知见 心的知见 那在这里面很明显的 就是你不要以为有什么法存在 千万不要有生见 所有见里面第一个斜见就是生见 以为有我 生见就是我见 以我见 然后产生了直取 取也是执着的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就有取舍 你有生见 有我以后就有能所 有能所就有能取跟所取 所以取 包含了能跟所 能取所取 那这里面就落到轮回 落到取舍分别 所以当然第一个 在知见上 不能有我 不能有我所 我要干什么 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讲的 就以无所得的知见来修持 这是第一个要建议的根本知见 如果不是这样 那就是错误的知见 就是邪见 那邪见当然 其实生见 边见 见取见 接近取见 其实通通是邪见 就对你的想法 对你的分别 对你的执着 对一切法的理解 坚持 以为怎么样 那都是错误 那接着呢 如果有正确的见以后 当然要依着这个正确的知见 然后去修 修是什么 修就是修整修改 那修一定是 拿着正确的知见 来作为修的依据 那知见立知 即使你正确的知见 你以为我的知见是对的 我要坚持什么 那就是无明 所以在这里面 当然就不要执着 但是不能没有知见 不能没有正确的知见 但是对正确的知见 千万不要 头上安头 你就是要解决问题 结果你又拿这个知见 来生很多问题 那是错的 如果你的知见是对 那些知见是可以拿来解决问题 修整你的行为 所以千万不要执着 那一个人有正确的知见 就是很明显 就可以化解 就是你知见错了 所以修不了 你会修 越薄越大空 越修 越坚持 越修越过劲 那个其实都是因为执着 然后到最后呢 我们说见修 你有正确的知见 就可以开始修整 你的身口意的行为 然后在修的过程里面 你随时依依法 随时依依法 修到无修而修 也就是说你的任运起来 就是已经都在依法 然后在这里面 还不能够住 住就是黏着了 以为我这样修下去 就对了 如果是这样 还是有修心就安了 那个其实都不对 要真的是无修之修 无修之修叫行 见修行 行就不需要在 拿什么知见来修整自己 你就任运很自然 就完全对 所以在这里面很明显的 如果很自然就对 还要执着什么 还要住 住就是一定要 要依着这个才可以 那叫住 或者是依着这个 我心就安了 那都不对 因为你还没有到果 还没有到果 所以修而不修 不修而修 行而不行 不行而行 这个就是任运自在 那这样一直下去 才能够到达 真正涅槃的果 解脱的果 圆满的果 大概就上面那三句 简单说 就这个样子 那说起来很简单 那修起来 可能就要开始问 你的知见是什么 你拿什么来修 在修什么 然后接着 你依的法是什么 你依的如果 法伤应舍 你依的正法 都不能住了 何况你的知见 或者你对法的理解 如果是错误的 那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所以修行 当然很明显 就拿这个身口意来修 也拿这个身口意的受 来检验 拿这个身口意 自在不自在 有没有障碍 来验证我们所修 我们修的对还是不对 我们理解的知见 对还是不对 如果不对了 那自己能改 当然就改 所谓能改就是说 我发现这个有问题 是不是在找相应的经常 来深入一点探讨 那如果有这种能力 当然最好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就要去问善知识 就要去问问 有经验的人 我为什么有这种现象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是没有什么 问题通通出在 错误的知见上 一开始知见就不对 我一见立起来 就下去通通不对 深见就是我见 只要有我见 那必然邪见 就跟着来 因为没有我 你把它认为 我不是已经大邪见了吗 其实人来说小邪见而已 所以五见 五个历史 以身见 就身见就是我见 真正范文叫撒迦也见 撒迦也见 就以为有一个真正的我存在 所以这个一定要拿掉 那很明显的 我们简单的这样来检验 当你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谁让你心里不舒服 就随便一个东西 你一点 然后就发觉 好 问题就出在我 出在我 我以为什么 对 什么不对 我坚持要那样才对 我希望要那样才合我的理想 结果都不如你的理想 当然你的心里就不舒服 随便一个不舒服 就已经确定 你身见我见坚固 随便生起一个不舒服的感觉 就已经告诉你 我出现了 邪见出现了 颠倒见出现了 烦恼见出现了 所以从这边去修行 才能慢慢地征修 若连起烦恼 都还不晓得自己错了 那接着下去 都不用谈 什么修啊 行啊 果 都跟你无关了 你在自认为修得再好 修得再久 用功的时间再多 错就是错 不会变成对 所以你看到了 真的是我错了 所以在这边 我们这一段 其实呼应到 前面讲的那 《华恩经》的 《幻行品》里面的那三句 其实在《愣且经》里面 也是在讲这些 所以千经万论 其实都是讲一个东西 佛就是透过各种经典 来开示误入 希望我们能够带入祂的之间 跟祂一样的高 一样的收拥 祂的慈悲心 祂的智慧 因为祂的智慧宽广 所以可以讲那么多 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祂慈悲 所以怎么讲都不会觉得累 包括八十岁要走了 还是舍不得 人家有问题 在外面问 本来被挡着 他还是把他叫进来 所以你就晓得 这佛头有多慈悲 多有智慧 然后一进来 开示几句 马上 祂正道的境界就比安安来高 那个挡着不让他进来 人家一进来就比你行 所以 这里面很明显 只要有我 只要有我 其实都把自己的慧命 就给挡住了 我们真正挡住 我们跟人不能沟通 跟法界不能相容 都是那个我见 就是身见 把我们关起来 所以随时要绝照到 因为这是根本 如果身见还是取着 接着下去真的就不用说 所以我们可能常常也学佛很久 也出家很久 也修行很久 但是你会发觉一点都不自在 就是出在根本问题 我执我见太大太重 如果这个拿不掉 其实我们在修再久 只会越来越固执 不会越来越自在 越来越痛苦 只是越来越看什么都不顺利 我修半天你算什么 就那个我一起来 就什么都看不顺利 他什么都以为自己可以 别人不可以 如果这样的话 当然就进步不了 因为你如果真可以 你就会发觉你的烦恼 就你连烦恼起来都化解不了 我们怎么可以说自己可以 还是说自己对 完全没有道理 好 那我们就接着来看 上次讲到第58的第三行 外信自信向记着妄想 这边就在讲说 其实我们一定要绝了 绝知道 了别到 清清楚楚的知道 其实能所都是自心 所献的当下的作用 包括产生一个 我能够知道什么 我要修行 我要修六波罗蜜 我要持戒 我要深入苦极灭道 我要观修十二因缘 其实都是你自心 从你的心生出来 这个能由你的心生出来 那么我要修什么法 那也是从你的心所取 所以一切的法 其实都是我们心创造出来的 所以痛苦 也是你自己的心遭感创造 那个涅槃寂静 也是你的心创造 那这样就可以把一切的问题 简化到 只要照顾好你的心 只要把心里面的错误的知见 拿掉 你若没有错误的知见 那么即使你有心意识 因为心意识一启用 都没有犯错 那心意识怎么会是烦恼 没有烦恼 那问题是 在这里面我们晓得 我们的意义是我们习惯的思维 那也就是识 心意识 一般当然有两种讲法 当然我们还是依这个 能切经的讲法 有一种讲法就是 识是指第八识 心是指第六识 意识是指第七识 但我们这边讲法是 心是指第八识 意识指第七识 就一根 然后识是指前六识 我觉得这种想法 也是比较周延一点 涵盖的比较完整一点 那么在这里面很明显的 如果我们知道 其实都是你的自心 所限的量 就是现象或者作用 或者存在 你的心意识也是自心所限 那么请问你这个自心 是心意识的心吗 所以这边还是要把它分清楚 还是要把它分清楚 因为你如果说 这个心就是 第八识识的阿赖耶识 那么大概就解决不了了 连第八阿赖耶识 第七前六 通通是这个真正的心 究竟的心所换现 所以你就晓得 这个心有多伟大 有多究竟 就从通量来讲 它通一切处 然后从广量来讲 它无所不便 从身来讲 它无底不测 不管十方三世 都不离此心 所有十方三世都消归此心 这样的心才是究竟的心 才是解脱的心 才是平等的心 否则就还有内外 对不对 所以佛正的这个心 我们要真正正也是正 跟佛一模一样的心 不是佛正的心 跟我们所正的心不一样 那当然现在很明显 我们所取来用的心 跟佛所正的心是不一样 那我们慢慢地修 见到一点点 见到一点点 也跟佛的究竟的 完全了解 完全能够掌握 完全运用 是不一样的 那到底谁限制了我们 当然还是 无始 你来的无明 就规范了我们 限制了我们 不能把这个真正的 我们心给找到 给展现出来 所以才有所谓的 不管是 世果 或者实地 或者一直到成佛 还是有差别 这个差别就心 的成显的 全份 还是多份 还是少份 那这里面呢 自在 所以为什么说 真正成佛教 无上 正等 正觉 因为心外 没有法 所有法都在他心 都是他心所显 里面没有障碍 因为都是他 没有能锁 怎么会对 会对撞 怎么会相为 怎么会相为你 我们就是有 我像 人像 才会相为你 有我见 然后众生见 受者见 才会相为你 所以 其实修行就慢慢地 把这些拿掉 但是这些呢 根本还是在我见 就刚刚我们讲 那个生见 生见就有所得 有我 能取所取 这个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一定要掌握到 如果落到那个上面去 接着下去不用说 所以 当我们妄想不生的时候 什么叫妄想不生 就不随着你内在的心意识 打妄想 不要被他骗 然后外在 不要拿这个心意识来取 与着外面的色胜香味处罚 以为它是什么真正的存在的境 内没有心意识的我 外没有因缘合合而成的 真实的假象在 若见诸相非相 一定要知道一切相 都不是真相 一切相都假借因缘的假象 那假象不是不存在 而是它是假借着其他因缘而立 所以它不能自立 不能自主 所以是无常无我 那你若以为它是常的 是我的 那自然苦 就会产生 因为它根本就不自在 所以只要依着它的 所以我们修行 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理解 我们修行如果要靠谁 那就代表你不自在 还要谁来教你 就代表你还不懂 那当然我们要承认 我们真的不懂 当然需要人家教 但是只要还得去找人 就代表你不是真正的懂 而真正的懂 是你自己告诉你的 告诉你就呈现 也是自信限量 但是这个自信 这时候的自信 是真正的心 自觉圣智的心 心已经跟智 变成无恶无别 这时候你知道了 我已经没事了 我已经没问题了 那现在我们大部分 明明有问题 睁着眼睛说下话 我一点烦恼都没有 我都不会打妄想 我心都不会紧张 都没有挂碍 都什么 反正讲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但是随便一个 叮一下 那你就受不了 随便一个东西 都会让你死在 那个境界里面 不要说死在境界 死在一句话 一句话 听不顺 马上就无名活就起来 那你说你懂什么 你说你修什么 所以一定要真正的长安去晓得 乱也是我自己在乱 好也是我自己在好 那我好了就通通好 我不好就通通不好 因为你虽然是这么小的存在 但是只要你乱了 在你周遭就跟着不安 只要你乱了 身心乱了 你身心所依的境也就跟着乱 你说你不伟大吗 真的很伟大 你心一动 千江水就跟着动 你心一动 所有修道的人都跟着你动 因为都还没有到位 所以这里面一定要很小心 很小心 这边如果能够很小心 慢慢你真正的自己 那一份心就会找到 你若初心答应 那即使有也起不了作用 所以我们说 好修行 那其实并不是说 佛所告诉我们的法 教我们的法 用不上或者没有用 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佛所说的法 错误的知见 错误的直取 然后所修呢 其实都不依法而修 都依我执我见而修 所以弄半天 那个修行的成果 都展现不出来 所以他接着这句说 非佛法因不生 也就是说 并不是你依着佛法去修行 那不能达到佛果 佛果一定从佛所说的法 为因 做基础 再讲一遍 因就是见 藏文很喜欢把它翻成基 就是说基本 就你所谓修行的根本 其实就是你的知见 如果你没有把佛教导你的法 去做正确的理解 那就是没有正确的佛法的观念 那当然得不到佛法的好处 更得不到佛法的果报 也就是成佛 成菩萨 成身文言诀 这个其实都是佛法的好处 那所以 但是呢 达不到那个果 达不到那个作用 其实是因为就前面 我们依着我们的望见 颠倒分别 依着我们惯性的心意识 在修 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真正的 随着智慧而修 就依法奉行 依法奉持 然后随时拿政治证件 来修改自己的行为 这个就是修 修就是修改自己的行为 那么自然 你只要依着法 依着智慧 智慧就是对的道理 真正对的道理 真正对的思维 就如理作义的 那么必然可以得到 如来的智觉地 不仅仅可以 正身闻元学菩萨 连最后的佛果 都可以 智觉智证的达到 不需要谁来加持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说 我们现在 知见未利 还不是那么稳固 修行也不是修得 已经有一定的经验之良 常常你在修的过程里面 过去的业障 就错误了之间 所造作出来的业力 现在常常会 拿出来偶尔考验考验 其实 我们对这种事情 一定要用正确的之间来看 还是回复刚刚那一句 不娶啊 人家就是要惹你 你不要娶啊 不要振重下怀 他就要惹你生气 结果你真生气了 他讲什么 没有关系 他讲那是他的知见 OK吧 自作自受 他要怎么讲 谁拿去讲 他讲对讲错 讲对是他对 讲错是他错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如果有这种知见 那就有很扎实的基础 这什么都动不了你 贪春吃慢鱼 所有业障 所有三额大地 三灾八难 动不了你 其实我们在工业里面 很多事情是共同存在 比如说现在在古原市 我们共同在古原市 古原市的所有问题 都跟你共同存在 但是有的人 他身心很 寂静安详 有的人就身心很不安 很热闹 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 真的还是 我们在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环境 即使我们现在不是在古原市里 可能等一下就要回去 但我们还是在同样一个法界里面 在什么地方 视线什么法 当然也都自心所线 你或许会认为 我要回家 你为什么要回家 谁叫你回家 你的心 你会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你心 所限的量 你会有什么表情 都是你心所显现出来当下的表情 所以我们如果理解这样 那其实慢慢就可以突破 那不需要的分别 不需要的 就是说 在这边修好 还是在家修好 重点你是 有没有在修 有没有修对 你如果要修 修对 在哪里修都好 你如果没有 那在哪里都不好 所以跟在哪里 真的没有关系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他的姻缘在走 在什么条件下 你还得安住 还得随这些缘 这个是你做不了主的 但是做得了主 做不了主 其实也是自心限量 你如果慢慢把这个掌控权抓回来 我现在我的心在决定 我为什么不能做比较好的 为什么不能做比较好的决定呢 为什么一定还要随着业力转 所以 以前也讲过 其实当然第一步要先不被静转 接着 要了知静的因缘 接着要随着智慧去改变静 如果你依着智慧去转静 那么你就已经 学会了如来的功夫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现在是该怎么样 偏偏不能怎么样 就被静转了 所以这个当然也是 你如果智慧是你心决定的 怎么会被静转 我们就把静当真的 讲好听叫客观的条件 我们要尊重客观的条件 那我还是要讲 客观的条件是别人的事 你只有主观条件没有客观条件 你只有主观条件 你认为对就对 认为不对就不对 认为好就好 认为不好就好 就不好 所以在这里面当然 静慧不如还是得再去检验 你认为好跟不好 是依于身 执着见 还是没有 如果你跳开第一个了 那基本上知见就对了 那接着 你过去有很多习气 你现在修改了没有 改正了没有 如果还没有改正 还是只改一点点 你随着你的习气去 怎么能修 怎么能改 所以这个要一层一层的 慢慢的去面对 然后慢慢去思考 好 那么 如人梦中方便渡水 为渡而决 决以思为 为正为邪 他这边打个比喻 其实我们在迷的时候 跟在醒的时候 那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别 比如当我执着的时候 这时候的身心状态 跟我放松了以后 跟我完全懂了以后 的身心状态完全不一样 同一个身心 都是你 但是这时候你的肢解 开阔到什么程度 解决到什么程度 或者迷糊到什么程度 其实就一切为心的限量 自心限量 所以你心迷糊的时候 你这时候身心一定是迷糊的 你心有自觉自省的时候 这时候身心表现出来的 或者你的静 也就跟着是一种解脱的 有智慧 自在的状况 所以这个打比喻就好 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那当然梦里面有很多静 你还是会以为它是真的 这就在说 我们在无名 在业力 在心意识的牵引下 所做出来的判断 决定分别 你都会以为它是对的 即使都对 但是只要你是依着 我执我见 也就便记所持 也就你惯性的心意识 即使你讲着陀螺思道 完全说服自己 这样想是对的 但是 那也只是你心意识 当下所现的安心 就是认为这样对的 它跟事实 可以讲了不相干 因为落在自己的心意识里面 即使完全对 也只是笔量的对 笔量的对 就是虚拟的对 从意识里面创造出来的对 不是实际上的对 不是实相的对 所以这里面就不亲切 只有暗爽 我觉得这样很有道理 我这样很棒 就睁开眼睛 或者落到现实 就发觉 根本就一场梦而已 就一个妄想的游戏 不是真正的可以受用的境界 那就好像做梦 梦里云云有 就三千大千世界都有 大家醒来 什么都没有 在意识里面认为 陀螺思道 哪一条路都可以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再落实一点点讲 就是说 我们对所有中派 或者所有理论的理解 刚开始你还是都用心意识 在理解它 所以这一层的判断 当然会带动你去走进哪一条路 但是一定要随时 用刚刚那三句话 随时提醒自己 你才不会 发心是好的 结果是满头包 很想修 结果越修越怪 越修人家觉得 越修越离谱 越修越不像个人 当然也可以说 自我安慰 我就是看不惯人 所以我不想当人 你说我不是人 刚好证明我修得还不错 也可以这样自我安慰 但是基本上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 你要修 修出让人觉得 修真的很好 这样你才 真的能够去 说服人家引导人家来修 不要真的 越修越怪 越修越孤僻 越修越自以为是 好像谁都不对 只有你对 谁的知见都不正确 只有你的知见最正确 只要是落在知见上的 绝对是不对 因为第一招你就没有解念 已经有我见有身见 而且还直取 那当然会有问题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就是说我现在 这一句其实蛮有意思 这一句其实在说 我们这些修道的人 想学佛 想修行的人 其实就好像在梦里面 那渡水呢 我在梦里面 有一条江 一条水 我从此岸游向彼岸 也是越游越殊胜 越游越近岸 结果还没有到岸的时候 醒过来 原来是一场梦 这是在讲什么 梦其实就是我们的乱世 乱的意识 叫独头意识 那我们自以为是 没有反省 没有绝照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你的独头意识 你有没有发觉 一个人在不讲理的时候 就是说在自以为是的时候 他的思想是单方向的 他完全没有转换的余地 跟在做梦的时候一样 所以只要我一进来 其实你就跟做梦的 梦的再好都是假的一样 只要那个我拿不掉 那我就忘了我是谁 你一定要知道我是谁 一定要知道我是谁 那慢慢地知道我是谁 我只是这个身心 甚至我只是心意识 我只是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反应方式 我只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产物 你就常常这样子来看自己 那我慢慢就被你看透了 他骗不了你 那这样才能把那个假我 改造成真我 现在假借女的身心 在发号施令的 通通是颠倒妄想的我 习气的我 业力的我 一定要把它看穿 所以修行的第一步 就是那个我 真的越来越松 越来越软 这样才有点 否则的话都很可惜 我们可以这样讲 学佛学了这么久 也修行修了这么久了 那我错误的我都还看不到 那你要等到何时 才有一点点智慧 所以修得越好 就是你要生气 你要执着 你要什么 你就要醒一下 太丢脸了 我学这么久 我还是老餐 那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怎么还坚持这些 你如果常常这样 那就慢慢的你就真的跳脱了 就不会落在原来的我的习气里面 这时候才真正开始在修 修就修改原来的我 然后不断的超越本来的意识状态 本来的那个相对的执着 这样才能够慢慢的上去 所以修行不是要找自己麻烦 更不是要找别人的麻烦 是要解套 把自己的这些绳索解开 把别人的绳索也帮它解开 你要先要帮别人解开 你是不是要先解开自己的 连自己都解不开 你怎么去帮它解开 所以这些其实都要教我们 要教我们怎么修 好 那么觉影呢 当我想到 刚刚那个梦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如果回到我这一个观照的心 就能觉知的心 你可以觉得刚刚想的头楼是道的 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时候你一弄到这一招 那就开始好笑 就觉得刚刚想的头楼是道 好像自己什么都懂了 好像什么自己都可以亲证了 都有把握了 结果一看 什么都不是 只是在那里做梦 黄怀一梦 所以这个黄梦 黄梦怀一梦 它就在槐树下 所以那个修行真正的开始 是找到那个从来没有消失的绝照 也就是说超越于你的身 你的五蕴的那个东西 它不是五蕴 但它不离五蕴 它如果离开五蕴 你没有办法修 它如果是五蕴 你也没办法修 那它到底是什么 这要好好去掌握 那你只要真的静下来 譬如说过去 有什么事情 你一定是那么反应 但当你一放松静下来 过去的反应怎么现在不见了 因为你就晓得 过去那反应不是真的 不是一定要那样子 那为什么能这样 你那心平气和一下来 过去的反应通用死伤力 那死伤力就没有反应吗 反而是一个清清楚楚 稳定的召见性出现 要找那个东西 才能化解一切 我们现在都想化解 都想离苦得乐 那偏偏我们做出来的行为 都是离乐得苦 本来没事 你都在那边创造了 不安困扰了 那有事那更是大麻烦 没事都可以有麻烦 那有事就更麻烦 那修行事 有事不麻烦 没事更不用说 绝对没麻烦 这才慢慢在解套 那有事从哪边来 就是你的心意识在那边动 在那边分别辞取 而是有事 我少的是心意识所生 是他不清静的心 在那边扰动 我有一个清静的心 我就看着你怎么饶动 我看你能演什么戏 慢慢的他就原形蒂露 你一看就知道他演戏 根本就不是真的 你一定要这样才能够慢慢离开你的喜气业力 若不这么修 你念再多佛 持再多咒 拜再多拜 没有用就没有用 但是你若回到这边 念一句佛号 有一句佛号的功德 持一次咒 有一次咒的效益 拜一拜 可以消无穷的业障 关键就在这边而已 所以能且今真的随时都要指你的如来掌 就你的佛性 你的法身 你的清静心 若不把这个给夹出来 让它来做主 那么我们永远就做不了主 我们永远就不能自在 好 非正非邪 问下去 再好的梦 再好的境界 再好的技巧 当你醒过来的时候 知道它只是一场梦 但至少在梦里面 它是对的梦 好的梦 那好不是真好 所以非正非邪 那个好也不是真好 那个刚刚差一点点 没有友好 差一点沉下去 死掉了 也没有真实 就正跟邪 其实都没有自信 因为通通立足于你的心意 意识的妄想 而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如果慢慢的 好好的 去不断的 依着你 晓得一切都是你 自信限量 那不如理的时候 我晓得 错了 这是非 但是非不是真非 我起了杀人的念头 并不是真的杀了人 我起了要 饶一切友情 绝不舍任何一个众生 那个大怨心 也不是真正的怨心 都是妄想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做 你想杀人 你也没有真杀 你想救人 也没有真救 那这怎么是真的 当然是假的 但是这些假的呢 弄假成真 你想一直想杀人 虽然这一次没有杀 一直想杀 到最后真会杀 逼到最后 你连反省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我认为你是坏蛋 越看越像 所以 即使都是假的 那假的好总比 假的坏不好 要来得好 所以心存善念 还是比恶念要来得好 那最重要更根本的是 清静念 不弱善恶 不弱是非 不弱取舍 这不弱取舍的时候 你那个才能够余生 无取 所以这个 当然就呼应 华严经人那一句话 其实他随时可以 可以用个上来 好 那么 这个 于无始见 闻觉 是 音响 种种习气 种种行处 多有无想 心意意识 梦现 所以在这边就是说 我们知道 一切都是为你自心限量 这个之外呢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离不开你 无始以来的那一份 无明所造作出来的 以为有一个我的能的 见闻秀藏觉知 那因为有 无始以来有一个我 就生见 我见 这个生见 我见一起以后 当然就安立一个我的能 就见闻秀藏觉知 也就我们现在讲的六根 那有六根呢 当然就会对应到 根所对的所 叫六成 有六根 六成 然后在根层里面的相处里面 去确定一些什么 那叫六四 以为它是什么 就六四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切其实都是我们 无始以来的 那无明因 为根本 然后接着 种种的习气的心习 种种内 习气的心习 心习外呢 行处的执着 所以 里面 里面形成你的 你的心意识的一种惯性 外面形成 你所对的 色生相味处法的执着 然后在这里面就 多有无想 认为它是真的 或者认为它根本就不存在 认为它什么 其实都是 依于那个无始无明 依于后来的心习的妄想 慢慢产生一种确定 但是这个 既然是依于那个根本无明 就好像依于梦的梦境一样 什么叫梦 你是睡着的是不清楚的 那梦里面还是有根成事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做过梦 在梦里面就有根成事 但在梦里面基本是 依于那个昏尘 依于那个无明 所产生的根成事 那它会是有什么意义 它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即使我们现在自以为行政 只要你用的是 你的心意识的判断 统统一意无明 跟在梦中 没有两样 所以修行慢慢地知道 醒 其实我们现在醒着 其实还是在做梦 我们现在醒着 还是做梦 然后梦里面更是梦 梦里面你自以为醒着 其实你是睡着的 所以都是颠倒 醒着也颠倒 醒着的颠倒是心意识做主 无明做主 梦里面颠倒是根本就是梦 你不知道梦 那当然就颠倒再颠倒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 醒着也是梦 不执着醒着 梦更是梦 更不执着 那我们现在很多学佛是怎么样 醒着执着 连梦都执着 醒着要付给它意义 梦也一样要付给它意义 所以这个 其实 轻松简单地说 还是无明的习气 没有脱离 没有脱离无明的习气 这个醒着问题都解决不掉了 都搞不清楚了 还要去搞梦里面什么意义 它在启示什么 它在暗示什么 在启发什么 醒着明明都给你看实相了 你都搞不懂 那梦里面更不可能搞懂 所以不要错用功夫 只要随时保持绝照 不要能取所取 更不要执着什么 更不要依赖什么 无所住就不依赖 所以那三句 可以这样理解 就一层一层多 所以有时候 虽然简单的几句话 其实也可以讲的很多 就好像佛陀 其实苦空无常无我 它就可以讲四十五年 就是要颠覆 我们的观念 让我们能够跳脱 业力流 烦恼流 生死流 但是我们现在修是修 学是学 懂是懂 意思也懂 但一弄到自己的新意识 马上又回到原来习惯的无名 的新意识里面去 所以你会发觉 一修半天 学半天 好像都使不上力 因为你自建根本就没有建立 虽然自建立之无名本 但是如果连正确的自建 你都不建立 那不要说无名本 是无名加三级 如果连佛法 你都不相信 佛告诉你的正确的方法 你都不想把它拿来用一用 还是用我们习惯的 我执意识 那你懂得再多 背得再多 说得再多 没有用 完全不收用 好 我们再看下一段 大会如是菩萨摩赫萨 于第八菩萨地 见妄想身 从出地转进至第七地 见一切法如幻等方便 度设所设心妄想行矣 做佛法方便 为得者令得 大会 此事菩萨内盘方便不坏 离心意意识 得无身法忍 大会 于第一亿无次第相续 说无所有妄想极美法 好 这边的重点 就是后面那个无所有 那我们知道 如果妄想一大堆 有没有 你一大堆妄想 到底有没有 那些想是希望的 有也是没有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我们妄想骗 我们就是希望把他当真 所以被他骗 你如果知道他只是希望 你怎么会被他骗 你就不会被他骗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认 就是认假作真 所以才会这么样子的痛苦 然后随便一个像 远起没有自信的像 你就抓着不放 他是什么 他不是什么 其实他随时在变 你说他是的时候刚好不是 你说他不是刚好是 所以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有人说你的好话 是是还是不是 到你要感恩还是要生气 感恩也不是 生气也不是 知道就好 知道什么 知道他是在客气 他是在鼓励你 他甚至知道他是在挖鼓励 他是在挖洞要你跳 把你行动很好 然后让你漏气 你一点都不好 如果你知道这个 你也不会生气 你就保持绝照 保持绝照 不要随便就被静转了 不要马上就起心动面 随时保持绝照 冷静一点点 冷静一点点不一定有智慧 但是至少比较不会犯错 所以修行的第一步还是羞耻 先冷静下来再说 不要太激动 有时候我们修行 我们可以好坏 几乎都是相生的 聪明的人反应很快 反应快 所以很激动 很容易有情绪 很容易生是非 反过来比较顿的人 就比较 比较像我这种的 比较像我这种的 好像 安安腰轮轮轮轮轮轮 其实也不是 就是说 我们知道我们的反应不是那么好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那么聪明 所以就慢一点没关系 不要自铺其短 头脑不好 不要表现成头脑好的样子 我们知道我们头脑不好 即使心里面明明白白 但是你明明白白的 只要是对自己 对别人有伤害性 那也不要表现出来 这样子才好 有一句话就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我们修行先这样修 不要一开始就要表现自己 多伟大 多能干 多怎么样 先求无过 再求立功 因为你如果急着表现 即使有功 人家也会把你弄成过 为什么 人家嫉妒 人家讨厌 人家看你喜欢表现 就完全会在后面 你即使表现得很好 表现得很好 最恰当的一句话是 你好会演 这句话到底好 你好会演 你演得好好 这句话是功为 还是挖鼓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如果懂一些道理以后 其实就开始轻松了 因为我一拿掉以后 你就开始轻松了 我拿掉就开始轻松 我们现在就是要扮演这个我 要把我给言伟大 所以就会一点都不轻松 你要伟大 真无我就真伟大 只要有我再伟大都不大 你在虚空里面 在整个法界里面 你能大到什么程度呢 能大到什么 所以 其实我们常常用 用感恩谦卑的心 这个法界还帮我留意习之地 我要好好珍惜 这一口气 这个存在 你如果用这样的心 你就开始老实下来 不断地往里面去观 自己有没有错 起心动念有没有错 讲出来话有没有错 做出来行为有没有错 因为好不容易天地法界 给你这么一个自心 一个好好表现自己的机会 千万不要把它错用滥用 真的 所以 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所遭感 那 如果懂这个道理 那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 就是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过得舒服一点 过得比较如理一点 自在一点 为什么不呢 所以 常常就是说 你越想表现自我的时候 其实越给自己压力 那同时也会给别人压力 那反过来讲 我们如果谦卑的 被动的 被动不是不积极哦 就是该 出场才出场 该做才做 这样的话 谁多喜欢 谁多欢迎 那如果不该动而动 那你自己也累 别人也看不惯 所以我讲这个都是很实在的话 就是说很多事情 其实不是我们怎么样 其实常常就一个微微的观念卡住了 那就把所有行为都卡住了 反过来讲 如果把这个微微的错误的观念卡住的观念一拿掉 海阔天空 到处 到处 都欢迎 因为你已经 无我 你已经懂得谦卑 哪一个不喜欢谦卑的人 我们就这样来理解就好 谁都希望一个人又有能力 然后又有很谦虚 没有人说 喜欢那个能力不大 然后又自以为很行的 我看没有人这样 所以我们如果懂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其实很多东西 真的我们可能观念稍微修整一下 以至心限量 所以这根本的机制 最重要的这个自己的起心动念这边 好好修整一下 你就可以想一想 这边小修一下 放出去 哇 变成大修了 这边小错一下 出去变成大错 这边小对一下 出去变成大对 为什么不从这个小的地方 下一点手 所以修行真的 我还是不断地强调 真正修行的开始是不断地做内观 看自己在想些什么 从这个地方 比如想出来都还不晓得 自己已经动了妄念 而且还是动了错的妄念 如果好的妄念还好 错了妄念然后又要坚持要把它放大 那当然就错的越来越离谱 其实要改一下子 我就把这个狂念放下而已 马上一切事都没有 所以 是不是很好修 懂道理就很好修 不懂道理 越修越离谱 所以 这边其实是在提醒我们 怎么样子去看到 你所看到的建文秀长觉知 所看到的色胜香味处法 其实都来自于你新的创造 新的幻化 新的招感 那如果招感到的是不好 一定是你心有问题 不是什么不好 就是你心不好 你如果招感的是好的 不是什么好 就是你心好 所以要招感好的 当然就要有好的心 对的心 对的心就是智慧 好的心就是善行 所以 这两个不能少 但是坏的心 无明的心不能有 一点点都不能有 马上看到马上把它拿掉 好 我们休息一下